好, 吃飯 歡迎回到第二節的不一樣的時刻 今晚我們的嘉賓就是張堅婷 阿婷, 說說你和煉生活 你小時候和煉生活是怎樣的呢? 小時候我媽媽幫一個 酒吧的媽媽打工 我很小時候和所謂巴女做朋友 有個好處是令我的世界觀闊助 因為當時有很多水手 英國各國的水手 和越戰時有很多美兵 所以我看這個環境 跟一般的小朋友很不同 所以我寫了八、九個短篇小說 全都是講我尖沙咀的經歷 你有多少兄弟姐妹? 我兩個姐姐 只有你一個兒子? 只有我一個最小的兒子 媽媽最疼你了 是的, 所以我們… 最近我媽媽去世 我寫了一篇別了我的老戰友 形容我和她的關係 因為以前她打工時 我幫人家洗碗 她煮飯我洗碗 她執床, 我幫人家躺衣服 所以我現在躺衣服很厲害 一、兩分鐘就躺完衣服 到現在很熟悉的 就像是夥伴的 夥伴, 所以我形容她是我的老戰友 但你小時候 我聽你說經常要搬屋 是 為什麼? 因為做住家工 基本上去不同地方做的時候 你就要搬 而且我小時候 有時候媽媽說身體不好 她要休息幾個月 我就要找地方搬 搬到後面… 最好事是結婚後, 我都搬了七次 結婚了十一年, 搬了七次 你喜歡搬屋? 不, 其實我碰到我… 以前我媽媽喜歡… 因為環境要搬 是 我太太喜歡搬屋 令我也上過人 一般新的環境挺好的, 七次 你現在在那裡住了多久? 住了一年多 會不會又搬? 可能 說回你小時候 你剛才說在尖沙咀那裡長大 我小時候也是尖沙咀長大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感覺很深 我覺得最開心的 因為尖沙咀是由人多 還有很多個… 我記得康和里, 現在已經拆了 她有一些巴黎 她們的內褲經常都抬出來 是的 我寫了一篇小說 她們的內褲比她的免餐分貴 因為要引客 是… 所以可能去巴黎 訂一些東西回來 很多朋友, 她媽媽都是做媽媽的 對, 我們在那裡有個信徒山 現在叫她打波子、玩, 像野鞋子 那樣整個都是山 是的, 我記得是 不過現在尖沙咀好像去東京 有很多人 嚇死你了 全都拆了, 整個摩地道、康和里 全都拆了, 古舊的建築物都沒有了 是的… 但你小時候又不是很私家 好像街童一樣 差不多街童 你媽媽打工的時候, 你就會去幫忙 幫完之後, 你就在街上玩 在街上玩 所以到現在, 我為什麼對香港教育制度 經常坐在那裡讀這麼多書 做這麼多功課 或是很不喜歡, 很討厭 所以現在要付這麼多錢給小朋友 我給稅就照樣給足 但我們在教育裡面完全沒有得著 我們是中產嘛 那就慘了, 真的… 中產就是破產, 妻子 你除了跟媽媽感情好 跟姐姐感情如何? 也好… 因為她們一個長大了十二年 一個長大了六年 有她們都會愛惜自己 雖然是一個窮困的環境 但是不缺乏關心, 這是最重要的 那你升學的時候 經濟上會不會很艱難? 艱難, 我是讀過香港的… 我的中學有一次有記者來問我 我想明人問母校 我說, 范孟先生 我說, 什麼母校? 我所有中學全部拆散了 已經沒有那間學校留在這裡 中學也讀了三間 所以去了一間學店裡 完成我的中學過程 小學… 小學 你讀書成績不好 要換三間, 還是其他原因? 以前媽媽不懂得幫我 從小學到中學是我自己找學校 試過有一間中學變成酒店 在那裡讀讀, 先生跟校長不妥 他拉客走, 拖了我 你走到另一間上課 我就笨笨, 就跟著他去 誰知道那裡是借回來的幼稚園 坐在椅子上 椅子是這麼矮的 整個桌子是這麼矮的, 弄在這裡 弄了兩個禮拜 我想跟同學說, 不太對勞 這個東西沒有課質 於是, 整群人就拉隊 回去跟校長說 校長, 我們也是回來的燈彈宅 那時候的教育就是這麼烏龍 升宗, 你沒有錢補習 是沒有條件去考升宗事 我就是一個沒有條件去考升宗事 所以我一定只能讀斯大華 及至你現在自己有家庭 太太和子女 跟媽媽的關係 她還沒過世之前 也是跟她一起住的 是呀, 我太太很曰得 我媽媽跟媳婦住 住住, 她經常想自己玩, 去走 通常婆婆走, 媳婦一定是拍手掌 不是, 我太太不是 抓回來, 別走 你再住幾天 我就說, 不是, 我要在後門走 偷走 偷走的時候, 剛被我太太遇到 媽媽, 她很可憐 又失去了幾天 所以那個關係是很好的 很容忽 所以在她的追思禮拜中, 她寫了一篇 就是輕幸, 她是我的婆婆 她用了兩個晚上 寫完之後就找一個朋友讀出來 我也覺得自己很感人 娶到這個太太, 是否你的福氣呢? 我想是電影之外的第二個成就 她難不難追? 她真的不太難追 她… 我們經常都在說笑 她說, 你不要這麼挨賊 她說, 不知道多少人追我 但是我每次約你出去吃飯 好像沒有手搶 你感覺不到我難追你 她還來探班 我記得那時候我們發表者 她來探你 我第一次約會 我是拍戲通宵, 睡過了 等了一個人, 等了一個小時 所以我拿來, 其實你看 等一個小時, 你也… 都等了 等你 你們還記得婚多久了? 十年了 十年? 好, 眨眼了 十年, 有多了 有什麼特別的方法來維持? 我想最主要就是… 你知道做導演也是自我 這個自我令到有時… 即使我們很少有的摩擦 都是這個自我 我覺得如果放下自我 其實這個問題是容易解決的 還有, 男人和女人原來是這樣的 我們覺得有些東西不能忍受 從她來說, 原來不是一個問題 但是往往是因為大家不瞭解 男女的品性 你將那些東西變成烈恨的開始 我覺得如果你站在她的角度 想一想 原來那些東西根本不是一個問題 當初你跟她結婚 其實有沒有壓力呢? 因為她爸爸是負傷 當然有些閒言閒語 你怎麼看? 我想不是這個… 這是一個事實 她不是一個壓力 對我來說不是一個壓力 你也知道 我又不是說… 經常是很自大的人 我對所有人都用一個很平等的觀念 如果只有那些 你經常看不起別人的人 去到見到給你有錢的人 你就會覺得卑微卑微 我覺得我的價值觀念 令我不是用錢去衡量 而且她家裡是從事珠寶行業 你又可以省很多 你差很遠的 那些東西是吧? 她帶出來做promotion 有些人帶出來 是傾家堂產買鑽石的 她說這也是一個成就 她的東西是賣給別人的 不是賣給我的 真的幸福很多 說說你的小朋友 現在你有三個 三個 怎麼教呢? 我比較自由 小朋友始終都是… 我想你有愛,這個是最大的 愛和關心是最重要的 方法就是你有一些所謂指導就行了 不要那麼緊張小朋友的成就 尤其是我想香港的家長最大的問題 把小朋友的學業成就當成自己的成就 是的 你就抱著死了 是的,很緊張的 但是我的理論就是 叫做升級主義 升級就算了 剛剛升級就夠了 不用做得那麼好 我自己就是這樣 因為我媽媽不逼我 我不是一個很這樣的環境 她不想做 但我對閱讀對於我來說 是有興趣的 到現在 每天都起碼花三個小時 起碼是閱讀的 是一個終身學習的方法 他們喜不喜歡閱讀? 他們現在都去廁所拿了一本書 阿廷,很感謝你今天上來和我們聊天 祝你們一切順利 大家好嗎? 謝謝 我覺得成功有三大點 第一點就是 別人看我們是否究竟成功 因為你覺得自己成功 只不過是夜郎自大 是一種很狂妄的想法 第二點就是在商業社會 你賺錢多都是成功的一個標準 但是第三點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你賺了多少錢?不要緊 你賺了多少錢才是重要的 香港作為一個城市 我覺得在捐輸這方面 尤其是有錢人這方面 我覺得還是未及美覺的 我認識了張堅廷十幾年了 無論跟她工作或聊天 都很開心,沒有壓力 就像今晚的訪問一樣 其實阿廷就是我們這一輯 《不一樣的時刻》 最後一位嘉賓 今晚是最後一集 訪問了十幾位嘉賓 給我的感覺是非常開心的 因為跟她們不同界別的嘉賓接觸 可以看到她們面對群眾的另一面 希望有機會再以這樣的形式 跟觀眾見面 現在就要說一聲,再見了 首先,我來自 dis 這個坑地裡面 我來自活潑 打死至 15 меся 12 於是,首先是 50 Flight Princess 我可以拿到 立職任內 conclud中共 иков 常利